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分享最近很流行的波罗泡芙 跟脆皮泡芙不同的就只是这层皮 泡芙的波罗皮跟面包的波罗皮 在食谱上和做法有什么不同呢 加入卡士达酱后 波罗皮会回潮 要如何保持波罗皮的酥脆度呢 做法上有哪些注意点呢 先来看看材料吧 材料可做16个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先制作波罗皮 鸡蛋虽然只用半个 剩下的半个可以来做泡芙皮 先放一旁待用 再来奶油如果没有放室温的话 可以微波5到10秒左右 让奶油软化就好 不是融化哟 然后将奶油搅拌开来 奶油拌开后加入糖粉 将奶油打发成乳白状 再将蛋一分2到3次加入 每次加入都必须搅拌均匀后 再加下一次 不然容易有水分离哦 搅拌好后 再将可可粉和低筋面粉过筛加进来 可可粉容易结颗粒 一定要过筛哦 过筛好后用刮刀切压拌匀 不要去揉面团 揉出筋性的话 波罗皮吃起来就会硬 不是酥 拌到看不到粉状就可以 再用一张保鲜膜 将波罗皮包起来 再用擀面棍将波罗皮擀薄 擀成约0.5公分厚的饼皮 然后再用圆形模型压磨 这个配方大约可做16个5公分大小的圆形模型 顶皮的配方大约可压出16个 不够两个在手机旁边的边缘 继续擀平在压磨 饼皮现在状态很软 必须放进冷冻 放入冷冻库中带用 再来是做泡芙的环节 很多人问贤妻 做泡芙的卡士达酱总会剩下很多蛋白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先去这个配方 绝对不会有多余的蛋白或蛋黄 因为泡芙皮我们只用蛋白 跟刚刚剩下的半个鸡蛋液 留下来的蛋黄就可以来做卡士达酱了 只用蛋黄做卡士达酱 这个泡芙吃起来就会非常的香醇浓郁 只有蛋白泡芙皮可以成功吗 完全没问题哦 泡芙皮的蛋白用量写5到6个 是因为每一个鸡蛋的大小不同 目前我们先用5个蛋白 加上那半个鸡蛋 总共大约200克左右 要加入低筋面粉和可可粉 也必须事先过筛好准备好 将配方的水倒入锅中 奶油很盐巴也加进来 用中大火将水烧开后 搅拌至奶油融化 然后将面粉一次倒入 倒入后立即熄火 马上用刮刀搅拌均匀 要快速的搅拌以免焦底 将面团搅拌均匀后 转移到另一个盆 这样鸡蛋加入的时候 才不会因为锅子过热而变成蛋花汤哦 因为鸡蛋液必须慢慢加入 用刮刀搅拌的话 会搅拌很久 有电动搅拌器就会快很多 刚开始电动搅拌器 会将面团打得像泥巴烂 但只要慢慢加入 搅拌过程中 就会慢慢的成团了 已将200克的蛋白全部加入了 这时候再将搅拌器换成刮刀 先将面团搅拌均匀 很明显的面团还太硬 必须再加一点蛋白 这时候用刮刀慢慢将蛋白拌匀 泡芙皮的判断方法 用刮刀将面团捞齐 面团会慢慢的落下 在刮刀上会呈现一个倒三角形 这个状态虽有倒三角形 但这样甩面团都绕不下来 就必须再加一点蛋液 大家注意看像这样 用刮刀捞起 面团会慢慢落下 然后呈现一个倒三角形的状态 捞的面团够多的话 还会继续往下烙 这个状态就刚刚好了 泡芙最重要的就是面团的判断 面团过硬过吸 都会导致泡芙的失败哦 学会这个判断很重要 再来装入几花袋之前 先预热烤箱 华氏410度 摄氏205度左右 使用的挤花嘴是一公分宽的圆形嘴 因为这次要盖脱螺皮 不需要用任何花嘴来挤花哦 烤盘上必须喷油或放上烘焙布 或是细胶垫也可以 挤出约5公分的圆形大小 挤的时候挤花嘴不用绕圈子 只要固定在一个点挤出来就可以哦 再从冷冻库拿出做好的饼皮 盖上每一个面糊表面 剩下的饼皮可以切成小块 另外烤成饼干 当饼干吃 或是留在冷冻下一次再做 然后在饼皮上刷一层蛋黄液 不用另外打蛋黄 这是等等要做卡士达酱的蛋黄液 用它来刷就可以哦 刷好之后 如果有珍珠糖的话 撒一些珍珠糖 当装饰会很可爱哦 放入烤箱之前 条件允许的话 用两层烤盘 这样泡芙的底部 就不会因为受热过强 而导致底部太薄 甚至破皮 没有烤盘的话 放入烤箱的位置 就放中上层 放入烤箱之后 410度先烤20分钟 20分钟后将温度降到350度 再继续烤20分钟 想要有酥脆的外皮 时间到后也不要急着出炉 继续在烤箱内闷一个小时 将泡芙皮烘干 即使挤入卡士达酱 也不容易返潮 一个小时后 再将烤盘拿出 放在网上放凉 想要有酥脆的口感 烤完后 在烤箱内闷一个小时是关键哦 大家要注意哦 看底部也超漂亮的 菠萝皮也均裂的好可爱呀 最后只剩下卡士达酱了 卡士达酱的蛋黄 多一点少一点 在成品上不会影响太大 刷掉的一些蛋液剩5个半吧 如果有剩下的蛋白 一起加进来也没关系哦 这里大约有80克的蛋黄 加入砂糖后马上搅拌均匀 再加入面粉搅拌均匀 再慢慢加入牛奶搅拌均匀 前期的三分钟 完全免冻锅卡士达酱 做法非常简单 牛奶加完搅拌均匀后 免加盖的微波三次 微波三次搅拌三次后加入巧克力豆 用微波炉做卡士达酱 一定要快速的搅拌才不会有颗粒 怕手痠的人用电动搅拌器也可以哦 卡士达酱做好后 用保鲜膜紧贴着卡士达酱 再放入冰箱冷藏 这个过程可以在等烘烤 泡芙皮的时候先做好 再将糖粉加入鲜奶油打发 打发到约七八分发 不是流动性的鲜奶油就可以了 再拌入冷却好的卡士达酱 将卡士达酱和鲜奶油搅拌均匀 装入挤花袋之前使用的挤花嘴 是泡芙专用的长嘴挤花嘴 再挤入卡士达酱 用挤花嘴挖个洞 再挤入卡士达酱 嗯 可爱 因为看不到里面卡士达酱的容量 最好是一边挤一边秤重 这样就不会挤到最后剩太多或不够了 如果泡芙有正常的烹度的话 一个泡芙大约可以挤入30克的卡士达酱 就像我的鲜奶油 这么快 泡芙用过来 来寄室 喊装 汁 煮